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啊 真 我 严一啊 这松光明是怎么回事啊 整个编辑部为他开欢送会 这主角不能不登场啊 我 我都叫上车了 我准备去他家找他了 结果收收他一条微信 还有一个同城快递 他直接去后市沟村了 尊敬的钟主编 各位同事 各位大爷 你们中大部分人都在心里边偷着乐 这因为我这个工作狂 待在编辑部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 离开一年 大家正好借机喘口气就打 不过啊 我劝各位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们应该也知道 就在上周 全国多家纸媒宣布停刊 受此影响 咱们西海市的几家报刊 也都相继宣布停刊 这说明什么呀 现在是纸媒的寒冬 如果不付出加倍的努力 我想各位失业断供的日子 也将指日可待 所以 在我离开的这一年里 本报的转型目标和工作计划 一言不变 新闻部外 必须在三个月以内上行 记住 三个月以内必须上线 聚焦本地新闻 半年内必须达到一万的订阅数 年底通破两万 复刊部外聚焦美食 生活和社区服务 任务目标参照新闻部 年底等我回来检查 各位 其实呢 我特别理解你们 巴不得我离开一年的心情 但你们要知道 我离开只是你们的损失 你们的工作量因为我的缺席 反而加重 所以我建议你们 于其在会议室 观送一个不到场的人 不如马上回到办公室 服务工作 祝你们工作愉快 咱们回来见 那个 庄主 您 您 您 别生气啊 那个 她吧 这您也知道 打从三年以前 她跟月兰那个婚事没成 她心情就一直没缓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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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别人 什么小小村啊 那是后石沟村 是咱们市啊 种植有机蔬菜示范村 你吃的菜都是从那儿来的 你知道吗 不是什么小小村 这将成为 我真正成为 网红的一个起点 我将要从后石沟村啊 走向西海市 冲向全国 我的美貌啊 终于可以拍照用成了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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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下车 你怎么开车的 你把我新买的车 都关了一道漆了 你下来看看怎么赔偿 快点 你开着我干吗 你看着我不说话 就可以不赔偿了吗 下车 赶紧的 快 姑娘 我见过开车烂的司机 我也见过开车不专心的司机 但是既开得烂 又不专心的我还偷回见 新手吧你 新手怎么了 老司机撞了新手的车 怎么不用赔偿了呀 谁撞了谁呀 你憋得我好吗 你看看 我怎么撞到树上来的 你憋得我 你支持我的车 严重受损 我那气囊 我那气囊也已经打开了 我这头撞得现在还晕呢 是你支持我差点有生命危险 是你严重违反了交通规则好不好 你才违反了交通规则呢 我明明好好地再开 谁违反了啊 你刚才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吧 无预警超车 并且超车过后也不打转向灯 直接右转 把我憋到这儿 还有你那狗 你把他放在副驾驶座上 严重造成交通隐患 综上所述 这场事故 你全责 全责懂吗 这样 咱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好不好 边开车边打手机 完全无视后车的超车视频 你突然变道和打转向灯 严重地违反交通法 再一个 副驾驶上携带宠物 这也是一个重大隐患 那 那这么说 都是我的错了 还是等正式的事故 咱们认定书吧 那行 谢谢了警察同志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那车就交你了 谢谢啊 来 还好拉 好嘞 快快快 到车里来 对 杨 别放在这儿了 待会儿拉屎 就拉到路上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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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拿到 多摆下去啊 摆着齐点放在那底下啊 摆着一排 好 放进步 放进步 摆走 两边再拉得紧点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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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你不着手 搭车吗 怎么看到我的车过来 就把手放下了呀 我要去后池沟吞 要是顺路的话伤你一顿 不用 谢谢 得了 得了 你就上来吧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走 也怪可怜的 我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谁不跟谁计较啊 我再纠正你一下 是你伪装 是你伪装导致我车撞的树上 怎么还记上仇了呢 我是好心的 到底顺不顺路 如果你非要搭我一段也行 但我有个条件 你到副驾驶来 我来开 各家各户注意了 我是李建安 一会儿呢 这个第一书记就到咱们村了 大家现在把手上的活都放下 然后到这个大槐树底下集合 都穿干净点 带孩子的 把孩子抱紧了 别让这个孩子在那个人群里边乱窜 凡是来的 等这个婚姻仪式结束以后啊 到冯进堡这儿签个道 然后去超市里那儿研 我说 大家伙啊 咱们都小心点啊 这菜啊都挑嫩的斋 千万别磕着菜了啊 好嘞 好 赵棋士啊 我再说一次啊 这些菜可是咱们君子兰连锁酒店 开幕酒会专用的 你一定要保证这批菜的质量 是 放心吧 我们厚石沟村的有机菜 在全西海市都是排首位的 没有位 那麻烦你再点一下数量 我去那边看一下 诶 新浩 这个君子兰是谁开的啊 这么牛就哄我了 小点事 我给你看 知道这个人呢 不知道 张子浩 小点事 西海市首富的孙子 别提了我媳妇 天天追她的花点新闻 说什么她是国民老公 追她的女人都排成队 有这么邪乎吗 张总 今天你的日程安排出来了啊 九点到十点一刻 是 好远投资基金的每月例会 你有十五分钟总结发言 十点半到十一点半 咱们集团罗总 会跟你来商谈 收购君子兰酒店的 后续融资问题 中午吃饭约的是 西海创合的唐总 正好 他有两个风投项目 要跟你简单介绍 谢谢 玩爽啊 君子兰酒店开业的酒会 准备好了吗 这个新闻发布会 嘉宾宴会 都准备好了 那嘉宾都能到了 百分之九十九能到 那百分之一是谁啊 西海商报副主编 副刊部主任 西海市首席士兵家孙光明 你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人家根本不报价 一口给回了 我后来问他们主编 这钟主编说 这孙光明真去不了 为什么呀 是商务局选派第一书记下乡 这回轮到西海商报 孙光明已经被委任为 后市沟村第一书记 今天是他下乡的日子 嗯 不来就不来吧 不来是他的辞职人 对了张总 还有个事吗 西海市电视台 生活连连看节目的主持人 岳兰想跟你提前做一个 二十分钟的专访 什么呀 连连看 这就是个普通民生栏目 那也让他直接参加 晚上酒会也完了 您留步吧张总 走 不好意思啊 先生 别 再来啊 我应该亲自陪你去趟 护士路村 把你呢 正式介绍给村里两位单位 可是今天啊 不凑巧 镇上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没事 没事 张总 我来就是履行一个 正式的报道手续 这个前两天他们村的那个 李建安主任 来跟我见过面 我能找到 就是以后您在我的工作当中 多支持我就行 没问题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是干什么的呀 来这儿走后门的吧 你到底是干吗的呀 小包工头吧 你走不走 这是谁的车啊 走 姐 哎 嫂子 念个练完了 还练着呢 哎 姐 你有没有觉得 咱们村今天 看上去不太正常 哪儿不正常 按理说这个第一书记来 这老赵家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觉得不太对头啊 能有什么动静啊 这两年咱们这个蔬菜 在种植师范村当得稳稳的 还成绩摆在这儿呢 能有什么动静 再说了这个 赵玉珊啊 现在在城里陪二水治病的 那老赵家现在是群龙无首 不是 那赵四喜呢 要搁以前 这个欢迎仪式 他肯定得争个C位啥的 这风平浪静的 不像他干的事啊 那个笑泥秀 能翻出什么大浪来 没事 稳稳的 哎呦 我觉得怎么有点事 小兔直播 开启直播模式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依依 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现在依依啊 在去厚石沟村的路上 依依给大家看一下 这沿途的风景 你们看 可美了 今天依依好醒 还冲了车祸 不过 依依 依依啊 收获了一个帅哥当司机 走给她看看啊 看看 看看 哎 你别拍我 你干嘛呀 我正在直播呢 你直播你的 那你别播我行吗 一会儿要踩在点上 听到没了 放心吧 希望要足啊 要热热点 来了 月峰 我 扶你门 咋了 李 李主任 咋了 那老赵家怎么一个人没来啊 你 你通知了没有 我通知吗 不是你在村喇叭里喊吗 村委会的时候不是说赵家人 你通知吗 我 我通知啊 哎 我 喂 你看 这不来了吗 这不都来了吗 就会吗 你通知 EVANG 你们二叔不在 要不今天你代替他 跟我们一块迎接第一书记 谢了 不过我还是习惯待群众这里 与民同乐嘛 借低气 行 给你 走 没法 进门 把你那买个小琴发来 行行行 给我吧 赵雨昕怎么回事啊 给个儿还不怕 哎呸哪里的 这村子山清水秀 办民宿那儿还不错啊 你就是一个搭便车过路的 这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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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嫂子 我来了 来来来 快快快 给我敲我起来 到了啊 都热烈鼓掌啊 人下车的鼓掌啊 来来来 这么心事动众地欢迎我呀 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村里的群众 就质朴热情啊 欢迎你 是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给我举办了这么热烈的花年讯 还给我 还有花呢 谢谢 谢谢 太感谢了 好 你们好 我叫许文一 大家好 大家好 这秘书咋回事 领导风头多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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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许文一 我叫许文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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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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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主计 李贤安 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 李主任吧 上星期到城里看过 对对 是我说 辛苦啊 您辛苦 您辛苦 来来来 给您介绍一下那个 我们村里的那个主要干部 好 这位呢是那个义民叔 好 质保主任 孙主计 你好 欢迎你 辛苦辛苦 嫂子 那个 孙主计 你好 我是冯金宝 十五年的村会计 连续五年的村内 也算村里的老干部了 这么说你是后市沟村的 钱袋子 帮村里面看着 一样按个东西 对 老大 那个 这是我嫂子 刘海棠 咱们村儿 煎饼合作社的经理 还有这个后市沟村 妇女主任 孙主计 你等一下啊 这是我的 哎 孙主计 我代表我们后市沟村的 全部的妇女同志 欢迎您啊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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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孙主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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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你 没看到咱们 村志书啊 哦 那个 村志书老罗呀 心脏不好 在城里养病的 不要紧了 罗志书 不在这段时间上 咱村儿的大市小区 都是黎路任在拿捏 孙主计 您来了 太好了 以后所有这些 村里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听您的 您咱们指 那个孙主计 咱逛我咱们村里 一边逛一边聊 好吧 我带着你 来来来 这边去 好 老赵家子 往这开 罢免无能村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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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书你为我们做主 小兔直播开启直播模式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名字 我现在后视公司 你们看 现在罢免无能村主认 罢免无能村主认 拿起来啊他们要 第一书你为我们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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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放下 多分 孙主计 我这是在帮您了解 我们村的民愤哪 尖尖把你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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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 拿 给我 给我 一个个 孙主计 大人了 习惯了 管管你们家男人 孙主计为我主持公道 给我起来 我腰挞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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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真摔 摔头了 这 别 能不能别闹了 赵雨昕 再胡闹抱紧抓了你啊 诬蔑村主认 扰乱第一书记的怀疑仪式 破坏咱们村的安定团结 孙主计 我这是在反映民意啊 你个瞎班 你贼喊弱贼 你再说一句 老张家的 李健安耍光威 坚决罢免李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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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支持李主任 坚决支持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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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死你的老董事 事情和情况比较符合 你慢慢就逗 那你赶紧先帮他制止一下 不行 我闻得行 我我舞得是真不行 坚决罢免李健安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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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别吵了 咱们大家有什么话 有什么事慢慢说好不好 李嘉 你欺负了我张家村民 我今天是赶紧骗我 张家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给我上来 张宁 实打实的人身攻击啊 打一二零散了 一二零 不 不是 什么不是 打枪了 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你给我挠的 你什么你啊 挠够了没有 不够再挠两下来 够了够了 行行行行 赶紧赶紧回去吧 黄泳一世到此为止 行行行 那咱俩都算了 都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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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回家回家回家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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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赵家呢 先吃了 行行行回家回家回家 他走了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走走走 你就是新的第一书记啊 我怎么觉得 这是个假厚实购村 没开错吧 我这商的可是 刚进村的第一书记 你说 我这以后在村里的日子 还能过下去吗 我知道 这次老赵家的人 集体喊罢免李健安 二叔是拿主意的 赵一喜 领头只喜你 你和你们家冯进宝 负责出谋话 赵丽莹 你给我打住啊 拿去给孩子喝 孙叔姐 我建议啊 借这次 蓄谋 伤害第一书记的事件 咱们展开一次彻底的调查 揪出这道幕后援手 李主任 这个 你也不要把 这个性质定这么严重 我看这赵丽莹 也不是故意冲着我来的 对吧 就是误伤 对了 咱们村里有没有医务史啊 有 镇上有 不到二十公里 咱开车带你去吧 对 我开车带你去 不用不用 那算了 走走走 咱们前面看看 好 您往前走 这是水泥路啊 对啊 当初为什么不把这个也弄成摆在我 没法 赶紧拿个窗户贴过来 谁用啊 孙叔记 快 孙叔记 好好好 你赶紧走吧 我还忙着呢 不 还有一个事 嗯 我给赞美报了个补习班 你知道 我是咱们村最穷的 你借我五十倍 五十 你 孙叔姐还等你呢 徐老师 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你刚进咱们村就受惊了 但是 我现在仅代表我们 厚实无所谓的村委以及村民 向你致以迟到的欢迎 你是谁来着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就是你到西海市跟我签约的代言合同吧 对对对对 咱看看这个村委会啊 这是我们那个小院子 那边是办公室 孙叔记 签得不错啊 对对对 我们俩定期都不太好 孙叔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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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受伤了是不是 嗯 哎呀 伤得这么重 哎呦 真心疼哎 啊 我 我给你送撞可贴来了 来 来 哦 谢谢 谢谢 正早的东西呢 啊 来 哎 我 我给你贴 我给你贴 来来来来 这边这边 这边不用 这边不用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让我给你看看 让我给你看看 让我扯住 嗯 别 别感染了啊 贴这个老批 我有经验了 你走着背 别动 你让你让你踢 没事 好好好 那我干嘛 快别感染了 来 来 慢慢地 好好好 没事 没事 哎呦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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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我疼不疼了 我疼不疼了 好好好 行行行 行了 哎呦 苏苏姐 你天然唱歌片以后 还是那么帅呢 底子好嘛 好 还是 是 苏苏姐 跟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赵美凤 冯进宝 两口子 这 这是我媳妇 刚才那个脑女的 这个赵丽英啊 跟她关系最好了 是她最好的朋友了 指东绝不往心 一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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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哎呦 没发 你看 有那个村主要领导陪着书记呢 你回去 哦 对对对对 孙叔姐 有啥新药物你就过来 我那儿开了个小商事 你去哪儿去哪儿 你过来就去哪儿 我走了啊 你们谈正事吧 别踩着狗 走了 徐老师 来来来 正好 我给大家正式地介绍一下啊 这位 这位 是我们村 请来的 网络著名女主播 徐薇一 徐老师 大家好 我叫徐薇一 嗨 你好 孙 孙叔姐好 徐主播好 徐老师呢 可能在咱们这个村待两个月 帮咱们这个村 录点网络直播的视频 我们呢 是希望通过徐老师的美丽形象 来那个帮咱们后世国村呢 做一个形象的宣传 一定要在全方位 无死角的 展现我们后世国村 蔬菜农业模范村的 大村风范 那那那你怎么不早点 把徐老师介绍给大家呢 现在介绍 也不算晚吧 怎么不晚呢 那刚才好多人都以为这个 徐老师是孙叔记带来的秘书 是吧 说头一回看见第一书记下乡 这身边还带一个漂亮的小秘书 你 你说 你说这事 这影响多不好啊 林秘书 林秘书 借着这个机会 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跟这个小徐呢 在此之前并不认识 我们俩就是 来到路上 不巧车撞在了一起 然后呢 我的车拿到修理厂去维修了 小徐呢也是好意 少我一段时间 都来这儿 这样呢大家才看到 我们俩开了同一台车 到了破舍破舍 意外嘛 那解释开了就好了嘛 李主任 没想到你们村 居然还找了个代言人 孙书记 咱们村 而且 徐老师能来咱们村做代言人 全靠我 我们 现任领导班 为了顺应时代 开拓市场 努力创新 搞得这么一个实验 对对对 还希望这个孙书记啊 能多提报回意见 好好好 好好好 那 你是村里请的代言人 那就是村里的贵宾啊 是吧 是啊 以后就得多指望你 好好宣传咱们村 好好干 好 你看看 现在咱们村 所有的新生力量 都到齐了 孙书记 徐老师 是吧 还有一个老狗 不能落落他 好 各位尊贵的来宾 媒体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子昊 欢迎大家参加 君子兰连锁酒店的 新闻发布 君子兰连锁酒店 是浩远投资基金 第一个战略性的投资项目 也是我们西海第一大企业集团 国附股份 多元化经营的一次 大胆的尝试 君子兰酒店呢 致力于品牌与制度 立足于我们西海市 这有长得好 发个言 都得把那个爷爷 国附集团搬出来 撑撑撑 什么太别人不赖 他是这个西海市 首付的孙书丹 我就来不给他 对不起啊 是不是就这些 拒绝你单独草法 应业额达到二十个亿 二十个亿 第二年 加盟连锁数 营业额做到翻翻 所以呢 也请所有的来宾们 作为见证 伴随我们君子兰连锁酒店 共同成长 谢谢 谢谢 好 各位媒体朋友 君子兰酒店新闻发布会 到此结束 去等一下 张先生 我有几个小问题 希望可以得到 张先生您的回答 当然可以 请问 谢谢 我是西海电视台 生活连连看栏目记者 岳兰 众所周知 酒店市场饱和 已经从蓝海的竞争状态 进入到了鸿海的竞争状态 那您怎么打算实现您年内 五十加连锁二十亿营业额的小目标呢 对不起 这个我不能说 为什么呀 您作为一个新创企业的投资人 和最高管理者 难道只能定小目标吗 因为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好 那我换一个不涉及 商业机密的问题 这位媒体朋友 你的问题有点多 这样 我们先去试探 请问君子兰酒店的准确定位 在哪里 她在同行业中 竞争的优势是什么 她的经营特点又是什么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西海电视台 生活连连看栏目记者 岳兰 好了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也辛苦了 下面就让我们一部宴会大厅 尽享美食 下面呢 我们商量一下 这个孙书记的实作问题 还有我的 徐老师住宿 我们也需要考虑 都在呢 孙书记 您看 您一刚进村 就闹这一出 我都没来得及 给您打个招呼 您这额头没事吧 没没没 没事没事 现在正式地 跟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赵玉玺 是咱村最大的 赵氏家族 玉字辈的巴叔 不过咱俩可以当着 您喊我玉玺就行 刚才闹完还没闹够是吧 赵玉玺 现在是村主要领导 跟孙书记开会呢 你什么身份你就进来啊 孙书记 您看这村主任李大人 不让我跟您说话 我怀疑这村主要领导 想阻断您跟群众的言路啊 我觉得您看您 作为咱人民群众的好书记 应该不反对我这样的群众 跟您沟通吧 你说得这么在理 我哪能反对呢 李主任 现在不是都讲村库公开吗 那坐这旁听吧 你坐吧 谢谢孙书记啊 谢谢孙书记啊 别感谢 别感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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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好 tú 收到我 software 还 rpm 你帽子 ZZZZZZンフ 杨子 杨子 那个 刚才女记者查一下她的背景 你忘了 我今天上午跟你说 有个女主持人 要跟你提前约个二十分钟专访 你给拒了 就是她呀 就是因为这事 是不是你的公关没做到位啊 张总 张总 你啊 你还是很漂亮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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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啊 好 拜拜 这是啥姐 这么多钱 谁放这儿的 那个张子豪的助理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杨慧 江总 莫蓝蓝 怎么样 是怎么样 您这有机菜特别受欢迎啊 这个菜 是我们专门从什么村定的有机菜 你多吃点啊 我也来着 是不是 张总好先生 你好 好的 好的 还你 这 这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我报道新闻的原则是客观公正 我的工作是有正常酬劳的 你用不着给我这些 对不起 月蓝小姐 你应该是误会了 我是一个自带流量的人 我一个微博 粉丝就上千万 所以我用不着使用这种手段 好吧 听见了 我觉得是你误会了 因为我的助理 看到你的助理把这个钱 放在了我的桌子上 那你的助理是不是看错了呀 有可能你们今天跑的场比较多 弄混了呢 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无赖啊 不是我无赖 是你太较真了吧 李小姐 李小姐 怎么了这是 伟长 看屁 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 您 您这是怎么了 肚子吐烟火了 也肚子烫 也肚子烫 你怎么了这是 梁子啊 我摸月头 来 他在这儿呢 怎么 大叔怎么样 妈大叔 妈大叔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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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叔姐 我们家已经腾出一间房间了 您就住我们家吧 那肯定不合适 为啥不合适 海棠啊 你想啊 你女的 孙叔姐住在你家 进进出出 吃吃睡睡 合适吗 那不是还有我哥在吗 对啊 可是你哥也不能老在家里守着呀 这叫什么话 守什么守 有什么好守的 你啥意思啊你 行行行行 那个 孙叔姐刚来你咱 赵雨昕 我批评你啊 你这个措辞还是不准确 哥 怎么那个避嫌 人都不会说的 喂 别说 今儿我这整女婿 说得还有点对 避嫌 海棠 你看 孙叔姐要是住在你家楼得避嫌 多不好啊 其实我不说大家也都能知道 咱村 最宽敞 最舒服的 肯定是我们赵家老宅呀 光空空都齐八天哪 队长 孙叔姐 我们老赵家玉子辈的 我还有一二哥 叫赵玉山 她最近呢 在城里陪我二嫂看病 没来看你 您可以满村去打听 谁不知道我二哥赵玉山 是咱村一言九鼎的人物 所以说孙叔姐 您住在赵氏老宅 跟我二哥做邻居 太好不过了 也方便您 顺利地开展群众工作呀 喂 林一样 什么 生活连连看 各位观众 这里是西海市电视台 生活连连看栏目 我是主持人月兰 刚才我们在君子兰 开业宴会厅报道过 部分来宾在参加 君子兰酒店开业宴会时 忽然发生鼓泄情况 已经紧急送医 下面请跟随我们的镜头 看看患者送医会的情况 下面我们将看到的 是对君子兰酒店 管理中的材料 谢谢啊 张子浩先生 您好 我是生活连连看栏目的记者 您好 但请问您一下 现在患者就与情况如何 您现在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 但您投资的君子兰酒店 开业宴会时 发生了数十名患者腹泄的情况 对此您是怎么解释的 首先 我要说的是 发生此次事件呢 我的内心非常纯粹 我会对所有的患者负责道理 其次 在这里呢 我要申明一下 君子兰酒店筹备一时 它就是按照国际酒店 最高标准 来要求和规范后市管理的 我们所有的食材的采购 加工烹饪管理等等 也是采用高于国家 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管理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据我们初步调查 导致此次事件呢 是西海市后市沟村 生产的有机蔬菜 这个就是君子兰酒店 和后市沟村蔬菜合作社 签订的复获合同 今天是他们第一天 向我们共产 那您的意思是 后市沟村生产的有机蔬菜 有问题吗 他们生产的 根本不是什么有机蔬菜 而是可以导致腹泻的 有害蔬菜 甚至可以说 是有毒蔬菜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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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包谁啊 这么败坏咱村的菜 找揍的这是 张子昊你不知道 他是西海市首富 国富集团张国富的孙子 他可红可有钱了 这上金耶稣还挺帅的 这这样帅啥呀 就是这个国 国富孙子 他这么在电视里说 这就影响我们后市沟村的 这个书在销售啊 可不 这就影响我们后市沟村的 孙子姐 你打算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咱们 有必要先去医院 去看看 去了解一下情况 行 那我跟你去 孙子姐 我我也跟着去 好 我的住宿情况 还没有解决呢 你也去啊 我才不去呢 我累了一天了 我要早点休息睡美容觉 谁不累了一天了 谁不想歇着呀 你是后市沟村 请来的代言人 你负有宣传后市沟村的责任 那现在这村 遇到了突发事件 你不应该去拍点视频 帮这村辟谣成金啊 你的工作 此时此刻就开始了 我要在这里呢 严正声明一下 我们企业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 经过我们的调查 导致这次事件的原因就是 后市沟村生产的有机蔬菜 来来来 我绝不是推进 在这儿 在这儿 能不能借我说 你谁啊 不是 我是这个 后市沟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 你来得正好 大家看见了吗 后市沟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 他也闻讯赶来了 不是 我 现在让他针对这个事件 给大家来个公开交代 来 请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